大家好,歡迎收看澳洲生活頻道,我是Jimmy 我是Alan 講開開車的話,我們又嘗試講一下 原來澳洲如果你在路上做一件事 你可能會犯法,甚至會收到告票 而我想告訴你,你在香港的時候 你是會常做的 而且常常會見到別人做 因為你是出於一個好意的 其實是想提醒對方的 是什麼呢?就是當你駕駛車,你發覺 咦?對面馬路有駁駁 如果你駕駛車的時候,看到有駁駁 超速,或者是酒精測試,什麼都好 總之你見到警察類似執行職務的時候 可能你就會很有心,很善心地 向對面的車發出一個訊號 閃一閃車頭燈 對方可能會知道,咦?原來對面有些事情發生了 無論減出也好,什麼都好 那我先想想想想 但是原來在澳洲是不行的 是的,如果你這樣做,分分鐘是觸犯法律 是不是? 是的 原來這個條文就是這樣的 是的,沒錯 不准你提示 不准你提示,是的 不准出貓 那防止那些人怎樣? 那我在這裏做事 阿sir在這裏做事,你在這裏干預我 即是妨礙司法公正 講到尾,是嗎? 是的,不過這樣 雖然你說原來是犯法 大家留意一下 你盡量避免做一些違法的事 不過其實我偶然間 我其實仍然都會見到一些人 駕駛車對面閃閃的 會的,會的,會的 其實香港你見到很多 其實如果在香港 你見到這些情況 原則上其實都是不給的 哦,這樣的 好,大家留意了 記住在澳洲開車 都盡量小心點 沒錯,沒錯 因為在澳洲來說 罰你那張什麼票 不是便宜的 這塊牛肉乾 很貴的 我一塊那些 可以換你很多塊真牛肉乾 是啊,也不要這樣開玩笑 只是說你現在 拿著手提電話 那塊是一千多元澳子 是啊 如果你是放在手握著 你又開車,又手握著 然後被人拍到相片的話 那你就搞定了 什麼手握? 就算你不是手握 放在大腿 都不行啊,你知不知啊? 是啊 其實現在的相機 它怎麼捉你呢 就是一個相機 那個相機 剛剛可能你看到路邊 有一間的那些叫什麼車 我不認識 總之那車和你的車 五上下 高度而已 其實那個鏡頭 一拍過來 拍光你 因為它用AI來分辨 究竟你這個電話 是不是跟它有接觸著 還有是不是在大腿 還是在身體 哪一個部分 然後它懷疑到 你真的跟它有接觸的話 那就發告票了 嗯 所以呢 這張牛肉乾 真的不值得吃 很重要啊 是啊,所以大家真的要很小心 凡是有什麼交通的規例 盡量都避免 不要犯了 嗯 好啊 好,那我們這條提醒的影片 希望對你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你like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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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